阿黎 阿黎睡了 睡了 她每日害事都会揉手 这些年来 你又当爹又当娘的 实在不容易 一会儿 还没谢哲言上神的救命之恩 我还以为你不会谢什么 为何 三百年前我虽救了你 但却没有唤醒你 那时候你万念俱灰 并不想活下去 既然不想活了 为何现在要谢谢你 不过现在看来 你又有了生的意念了 来 尝尝 桃花岁 determiner 说吧 今日来这里又是为了何事 清秋白期 三百年前我在大殿上 为你们定了这庄婚姻 那时候不见你感兴趣 现在却感兴趣了 叶华有三个问题 五 哪三个 说说看 看我能不能帮你解惑 白浅的眼睛为何如此怕强光 可是受过什么伤吗 那是打娘胎里带出来的毛病 三百年前 他与秦苍那场大战之后 受伤昏迷了多年 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四海皆知啊 怎么 不信 你看我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老凤凰了 怎么会骗你一个后辈呢 是真的 真的 真的 看着哲言上神的样子 也不像假话 莫非 不认识 不会啊 就算所有动作都是巧合 但那伤疤不会有假 红莲一伙留下的伤疤 谁都去不掉 那第三个问题呢 他可曾忘记过什么 你怎么知道 他当真失忆过 严重啊 不是失忆 只是那几年他睡着了 发生很多事情也不知道 你怎么会想到他是失忆呢 是我多想的 这小子可是知道了什么 难道他就是白浅要忘记的人 对了 叶华 我也有问题想要问你 圣神请出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你就一直穿着一身悬色衣衫 到现在也是如此 我就觉得十分奇怪 像你这么一个年轻人 怎么会喜欢暮色沉沉的颜色 这个颜色 确实不大好看 但却很实用 是 反正有一天我被人砍了一刀 血尽湿了整个衣服 别人也看不出来 会以为我跌进了湖里面 如果别人看不出来 我的敌人就不会因为伤害我 而感到痛快 我身边的人 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担忧 这一点 你倒是跟莫英很像 有时候我自己都会猜测 你到底是不是默认 不是 我不是默认 来 鉄牌人 金哨 你醒了 什么时辰啊 您不过睡了半个时辰 你们一届的男人 酒量都这么好吗 别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酒粮 在这七万年来 算是练出来了 君尚不要一副 丢了新的模样 咱们俩既然有缘 就应该有 落水夫妻的样子 你眼里有我 心里也该有我 这林子虽不如折颜的好 挡风确实不错 在这草丛睡上一晚吧 老爷 还真是 从严重的 图咱们俩 传统 今早就要 现在 你quest什么 你做得好 你在梦巴 就是在梦巴 我 原来是离境义军 阿易 你不要这样如此对我说话 我与义军早已恩断义军 阿易二字实不敢当 还是烦请义军称我的虚号吧 阿易 阿易 你躲我躲了七万年 你还准备继续躲下去吗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在找你 我错了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阿易 我找遍了昆仑旭少侠 还有天族的各个角落 我知道你怨我 你当年属于大子民宫不公戴天 你可知道我 有劳义军费心了 当时说的话不过是一番气话 如今天族与义族相处得甚好 老身也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 道理也是懂一点的 自然不会无是生非 跑到你们大子民宫去闹事 你 你正话什么意思啊 你连冤都不怨我了吗 无碍自然无怨 我跟义军自此以后 就井水不犯河水吧 不 阿易 你不能什么都不听就如此说 当年是我负了你 只因为你是天族的人我就 这么多年来 他们跟我说 说你已经 我不相信 阿易 我想了你这么多年 也找了你这么多年 我不相信你心里 真的半分都没我了 谁说我是天族人 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我是青秋白浅 你是青秋白浅 那 那当年你 当年只因要上昆仑虚学医 才隐瞒了我九尾狐族的身份 义军既然跟我提起当年的事 那咱们便来说说 义军当年弃了我 选择了玄女 四匹麒麟兽名媒正娶 连贺久日 此事可假 不要说他 你当年 就没有过难过吗 为什么不跟我说你是胡祖 当年大抵难过了一转 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义军既然爱慕玄女 自然是爱慕他的脾气心性 自然不会是爱慕 他和我长得相似的脸 我跟义军的恩怨情仇 已经断了 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 阿易 我知道 我知道你怨我 怨我当年没有在大紫兵宫 给你一个魂 但是阿易我已经后悔了 后来我追去了昆仑勖 说你已经 已经把莫冤的先生给带走了 朱萱 朱萱 你的样子还是没怎么变 还是那般孩童的样子 义军 七万年前的事情 是一笔糊涂账 义军无需日日记挂了 如今家人在怀 不用再想那些前尘往事了 告辞 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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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此走 让我如何去寻你 如何再去寻你 君上 君上 方才那位女仙 也是您的红颜之急 走开 君上 你们方才的对话 我都已经听得清清楚楚 那不过是您的一个昔日姻缘而已 散了就散了 君上喜欢女仙 我不就是女仙吗 女仙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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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却 那么你这个女仙 我要为我 与我自己在你心里 いく 这个女仙 对 对 你没 你可是我 赶快 去 尴尼 去死了 巨少 巨少